做生意好了 结果他那个朋友说 他太苦了 非出家不苦 被他逼着没办法了 逼了不得逼着 那这样子 你既然真的要出家 那你要依我的条件 他那个朋友说 那行 我既然认你做私服了 你说什么 我都接受 我都听 那么这样谈妥条件 这个地牢 就给他提到 出家之后 他说 你也不要去受戒 八路上受戒 戒气受五十三天 非常辛苦 年岁大的人吃不消 这个戒谈那边 许许多东西要学习 你学不会 那天天挨骂挨打了 甚至于被开除 被赶出去 这算了 你不要去 不要去受戒 你也不要住在庙里 你住在庙里面 你什么都不会 人家看到你 来一年看你 那个日子也很难过 什么都不会 那怎么办呢 他临过乡下了 小庙很多 有很多小庙 没人住的 我就给你找一个庙 没人住的 你一个人去住 因为他是 关宗寺的志克斯 这个志克斯 对于这个在家信徒 常常联系 所以他的熟人就很多了 他认识的人很多 那么就近呢 找几个户法 每个月呢 给你送一点钱 送一点泥 就是你生活可以过得去 那么又在这个破庙附近呢 找到一个学佛的老太太 请这个老太太照顾你 给你烧一两餐饭 给你烧一两餐饭 早饭呢 你自己去做去 中饭晚饭呢 老太太来帮你做 他说我教你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你就念这六个字